原本要發行兩億的金元券裡面 到最後發行多少錢 一百二十五兆 一千兩百四十六億 這麼多的錢 因為你這個不成功裡面 所以又發行了什麼 最後又發行了什麼 銀元券 這個銀元券的面額你看 他只有十塊五塊一塊一腳五分 可是這個到最後變什麼 變成壁紙 不是壁紙是廢紙 他連貼牆壁都沒有辦法 那這個經濟上的改革的勢力 包含什麼 包含軍事上的勢力 對當時的整個的明星時期 產生一個非常巨大的影響 是我們所想像不大的 老百姓捧著一大堆錢 只能換一個什麼 換一個麵包 搞不好一個饅頭而已 早上的家務跟下午家務也不一樣 前一陣子有牛片 張子儀主演的 跟那個描寫 那個叫做什麼 他到台灣來 那個是哪個導演所主演的 太平論裡面 有一幕裡面搶 搶進來的時候 他有像這個換錢 價錢不一樣 有沒有 類似像這個樣 老百姓甚至抱著一口麻袋 去換錢 我們很難想像出當時的情境 很難想像 但是這個經濟的改革 也隨著政府的到台灣來的時候 這個應援券也就廢止 是沒有用 那經濟如此 政治上也是一樣 所以掌控下 再用軍事上的施力 所以當時的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 叫風雨飄搖 隨時都會滅亡 因為 因為 為什麼 因為在十月以後 當時的 中共 他成立了 成立什麼 成立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看